Hello大家好,我是Walker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 讓你用原廠APP玩Pokemon GO 可以有搖桿走來走去 坐標輸入飛來飛去 還可以設定路徑 自動走路的電腦程式 它叫做iTools 它可以輕易的掌握與管理 蘋果手機或平板的任何狀況 功能超強大的 我想搭配它來玩Pokemon GO一定很讚 現在馬上開始來玩吧 這個是iTools 接上iPhone的畫面 那我們現在按工具箱 工具箱裡面有一個虛擬位置 我們點它 點下去之後呢 它說會開啟開發人員功能 可以在設定中檢視 那我按確定 那我去設定裡面看看 開發者我看到了 好囉 確定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現在進入了虛擬位置的這個功能 那可以看到它預設的畫面 是在台北101 但是我的遊戲畫面 是我的所在地 一片黃浮 那沒關係 我們 不管它 直接就是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裡呢 有一個 瞬移模式 步行模式 跟 自由路線模式 我們 預設是 瞬移模式 所以我們就來 飛吧 那 飛到 我們最常去的 法國 48.8 8904 2 2 3 7 7 2 那我們就按 GO 按下去之後呢 你看我們 地圖上到了法國 那按移動到這裡 可以看到遊戲畫面 直接就 衝到法國了 我覺得這反應真是很快 那等一下 呃這裡有一個 364CP 好 換過去 不想看 然後那個 我們 飛到法國之後呢 你看這個才是玩寶可夢的地方啊 戰有夠多的 而且每一個都傻瓜 好 那 這裡 跟大家說一個 功能就是 Return Return呢 我們就按 它是回到上一個坐標 好 因為它預設是在台北 所以我就離開了 我原本的地方 就到了台北 這樣 那 我們再陪回去一下吧 48.8904 2.2372 按 GO 移動到這裡 好我們回來到法國囉 再來看看搖桿的部分 那搖桿的部分呢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這個圈圈裡面 我們的操作就在這個圈圈裡面喔 我現在呢 它的方向是指向右前方 那我們按住這一個 陰影的部分 滑鼠左鍵按住喔 滑鼠左鍵按住 它就變紅 變紅之後呢 你就跟它畫面 遊戲畫面開始 走路囉 那個裡面的人開始走路了 那因為這樣 重路的部分 太不明顯了 我們這裡有一個調整速度 那你就調 我們就直接 開車吧 50.4 公里 每小時 好我們再回來按這個 按住 它變紅了 變紅就開始走了 那你可以看到遊戲畫面的人 已經開始走路了喔 好 停止 走回來 走回來 對不起我的畫素 退出問題 走回來 往右邊走 這邊的站好多喔 往右邊走 這個法國點 真的超棒的 往上走喔 好 它發現你開車了 那這是 滑搖桿的走路功能 那如果你想要 一路向北的話 你就按 Hold down 它就會一直翻紅喔 你 你就是一路往北 OK 關掉 那就停了 真的是很靈敏 你想要它做什麼 那就做什麼 超方便的 假設你 右邊發現了 那個 猴猴雞嗎 你看就走過去 然後我們來補 抓一下好了 也是可以抓的喔 真的很方便 那如果你要 掛手環練功的話 你就回去 剛才那個點 然後用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 那個 自由路徑功能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就開始設定囉 設定路徑 自由路線模式 我們現在就是在 皮脫商場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地圖 是Google map 所以我們可以從Google map上面 就是 找到這個 Pogo map 就是全世界的 寶可夢補給站 這是有一個網站 那我現在就直接對應它 我們來找 這一塊 設定這一塊的路徑 就這幾乎中間這一塊 你看這個建築物 它都有對應到喔 都有對應到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 這樣子走過來就好了 那就開始吧 這個是我的起點 我的人在這裡 好喔 那我們往下走 走到 這裡 然後 看一下喔 這樣子 走下來 然後再走到 下面這個圈圈 然後沿著這個走上來 然後再走到這裡 再走到這裡 就這樣就到這裡了 然後最後我們 在 沿路走回去 到這裡 最後到這裡 好 這樣就完成啦 那記得喔 完成之後 我們要 存檔 我們就按移動 先按移動到這裡喔 那這裡有一個循環次數 我們就隨便設定吧 那開始行走 我們的畫面也開始走囉 那最重要的重點 那最重要的重點 重點中的重點就是 要記得存檔 倒出 然後存檔 現在就是我們這個路徑就存好囉 那就讓它走啦 那我覺得走路 畫面看不出來 我們就加速 恩 就走很快了 你看喔 我們路徑 一路上都是跟著花走喔 我們就亂一圈 順便 加掛個手環看看 就要掛手環喔 加掛手環喔 再走回去 那我們這個可以挪開 有看到我們 路徑 這個i20路徑 配合那個 Pokémon GO在走路 真的很 即時很順 我覺得很搭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喔 剛才我們自己設定了一個路徑 那網路上有很多神人分享了他們那種好幾百點的路徑喔 那怎麼使用呢 就是按這裡 有一個 Import GPX 這個點下去 然後假設這個是 神人的檔案 那我們按開啟 好那就是 跑出來啦 他就會開始走喔 那遊戲的畫面的人物也開始走啦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是路徑 就是 剛才我們設定的 皮脫商場路徑 我覺得這個就很夠用了啦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啊 就是假設你看這是桌面上的檔案喔 你放在桌面 那直接 拉到我們城市裡面 這個就 一樣 他就開始 走了 那我們看到遊戲的畫面 他一樣喔 跳到這個是 法國的那個 皮脫商場 就是我們之前設定那個路徑 這個方式更快啊 那 原本的方式呢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介紹了好幾種 覺得他 就是十分齊全啦 你要當一個 飛人這個真的完全 滿足你的需求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用用看喔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請記得多多訂閱和分享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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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